30个上午对驾头来到六里社区参加 定现361档前电信公定六的活动 虽然今年受到以前的影响来缩少规模 但是也是还有台南昆山的核心组队来参加 并由因分配来扮演电信公众军 还有水堆的宿兵实在非常趣味 今天六里社区扮演电信公定六这个活动 是第十四档 因为今年受到亚情的影响 所以我们的企务虽然有较少 但是我们的移电内在统终就有高励来办理 今天来参加这些活动 有我们昆山科技大学的活动生 有40个人参加 另外有南台科技大学 还有湾东科技大学 还有还有一些民族各名的参加 这次的活动是我们海军险队分架的年明 这些人来到沙江来维持交通 救生丁丁丁的活动 我们这次的活动可以充满信心来完成 也感谢各位对農林社区的关心和支持 我当的行政会可以看到民意代表 民陆战队的弟兄来情义相挺 客串我们的郑成功登陆 抢摊的一些画面 那非常的感谢他 所以我们今天呢 黑水沟传奇的剧组呢 也特别呢到现场呢 等于说帮我们李市长跟我们这些 客串演出的学生们啊 师长们啊做一个加油打气 那郑成功登陆的这个361年 跟我们台南市政府的开台400年的 这个建成的活动 其实是很有相关 那表彰的是我们台湾历史的溯源 那我们黑水沟传奇的宗旨 就是希望透过影视呢 能够传达让新世代能够去认识 台湾不可抹灭的这个郑成功 开启汉原文化的这个历史溯源 为了要团形台湾历史上 对外的第一章胜利的战争 感谢民意代表 还有大家对华东的支持 透过实质再重立数现定的方式 可以让经济的孩子 对台湾的历史有更辛苦的影响 另外 尖对台湾历史上 会让台湾的主席气候 也要签民众 可以在未来开博的时候 来担担支持 当然新闻牛品言 彩虹伯德